朝鮮半島的問題 從來就不單純只是 南北韓之間的問題 中間還加這個美國老大 當然這個文在寅呢 作為現任的南韓總統 同時他在過去呢 也跟著前總統盧武炫 在清華台工作好長一段時間 他是陽光政策的支持者 同時也是陽光政策的延續者 他非常清楚 這中間微妙的關係 南北韓事蹟破冰 牽扯複雜政治角力 因為這不只是 文在寅和金正恩的會談 美國反映也將牽動 朝鮮半島局勢 特派主播魯秀芳 深入南韓街頭 訪問民眾對文金川 三位巨頭有各自不同的建議 南韓大媽熱情替文在寅加油 因為對自家總統寄予厚望 希望延續陽光政策的文在寅 能在這次會談中有所突破 而金正恩儘管在南韓人心中 形象很差 不過他們也希望透過這次峰會 金氏政權能夠真正放棄合物 不少民眾認為就算南北韓真的達成共事 也希望川普別再來亂以免觸動北韓的敏感神經 無論如何和平江市南北韓民眾共同期盼 他們也希望峰會後能讓兩韓實質上破冰 記者盧秀芳 楊世絮 董宥峻 南韓 採訪報導 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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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